这封信是2017年被酒驾撞死的台中烘焙师陈玉邦的姐姐所写的 她写给肇事者在金钱报上班的演戏女子现在正在服刑中 死者姐姐的书信中也提到终于等到你心境上转变 能进入你人生中第一段的自省 接下来你还有许多时间和你自己相处 请透过各种方式去认识你自己 试着找出自己的价值 回顾车祸 2017年在台中金钱报上班的演戏女子 酒后开车还吸毒 撞死准备要结婚的烘焙师陈玉邦 肇事逃逸后被捕 2018年3月刑事判刑9年半 12月民事判陪1068万给死者父母 严姓女子上诉高登法院都维持原判 死者姐姐为了起美严姓女子重新做人 2019年开始每年都写信给服刑中的严姓女子 严女回了三封信从哀求 忏悔到检讨自己 是有进步的 有改善 酒驾有修法 那民众的舆论也会让酒驾的容忍度会越来越低 我觉得这是好事 死者姐姐每年都会在11月弟弟的祭日前 写信给服刑的严姓女子 她希望用书信往来的良善循环提醒彼此 都要记得这件事情更是一种纪念弟弟的方式 华世新闻 林千锋 杨宗颖 台中报道